最新消息里面你只要点开来 这边就很清楚的一个清单 从第一次上课 再到我们上个礼拜的第11次的 录影的部分 那每一次都会有个清单 你只要把那个清单里面的影片 稍微看一下 那我想理论上你前面不会的部分 你就可以慢慢把它补上 所以很清楚 上个礼拜就四段影片 两学分的课程 因为也没办法讲太多 不过我当然也 好像尽量也不要讲 讲得太多你们无法消化了 所以上个礼拜基本上就是 那个把什么 这个地方我们第11次上课 主要是存档的部分 记得一定要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记得不要存错 因为上个礼拜还有同学 存错档案格式 他的VBA跟聚集 全部消失 那就不回来 所以记得不要存错档案 另外还有同学问的问题 就是那个VBA的环境 记得如果假设 你的那个环境找不到的话 记得在检视里面 一定要找到专案总管 专案总管里面就会有个模组 你就把模组点两下 你程式就在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 只要知道 这个相关的 我想应该就 比较不怕说有发生问题 另外的话呢 就是把那个什么 大乐透历史资料下载下来 把资料抓下来 所以上个礼拜好像讲到那个大乐透历史资料部分 那今天的话也许 影片在底下这里 所以你每次回去的话把它点击 然后你手机上也可以看到 这些相关的资料 刚刚讲的部分都有在上面 那爬虫的部分 今天的话我想 刚才我们再讲一个 因为我是想说 期末是希望做一些可能 跟这个什么 企业或者是将来你就业会用到 而且大家都会希望 看到的一个 一个类似的技术 当然在Essale的应用方面 其实蛮广泛的 所以呢 请各位也许再看一下这一个题目好了 就是在那个云端上面 云端白板上面的话 也是一样第四个单元 这个跟数字跟统计比较有关联性的 那其中的话有一个是什么 外汇资料下载与绘图 其实我是觉得目前好像蛮需要一个技术 就是说如何自动把资料下载到Essale 并且把数据做一个图像化的呈现 因为数据一大堆 那如果假设你要看一大堆数据 倒不如画个图给他看 那其中的话呢 我找到一个范例 就是说类似像那个 这个外汇的资料 当然了 如果你假如出国的经验 大家就知道 其实这个货币 汇率其实是浮动的 也就是说你今天呢 东西的贵跟便宜 其实价钱不是固定的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很多的这个产品 很多东西是进口的 那它的价格是用美元计价的 那也就是美元 如果假设它升值的话 那变成你这个东西一定变贵 那如果贬值的话 那这个东西相对就变便宜了 所以为什么有些东西突然气化变好贵 最近好像有没有 那有些东西好像 它好像没那么贵 所以有的东西假设是以进口的东西来看 美元计价 那就变贵 可是如果那个东西 假设是台湾自己生产的 因为它比较不受到汇率的影响 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贵 另外的话 当然你假设去 最近像日本 去日本的蛮多的 那为什么大家喜欢去日本 因为最近那个 日币 哇真的便宜到一个 因为贬值了嘛 所以你假设以前 是一碗拉面 假设是 假设是一千块好了 一千块的日币 以前如果是 假设0.3级的时候 像我记得印象蛮深刻 我最高好像0.4级的时候 去日本 也就是那个时候假设是一碗拉面 400块 可是现在的话只剩200块 哇那你会觉得 哇真的太划算了 本来400块的拉面一碗 你吃了会觉得 哇什么这么贵啊 拉面这么贵 但是突然间呢 只剩下200块的时候啊 哇你会觉得 简直就半价 所以啊 现在去日本的感觉 哇买什么都特别特别的 便宜到一个都不行 像我印象深刻 比较深刻啦 买衣服像那个 买那个UNICRONE的衣服啊 哇真的跟台湾比 真的是半价 所以我觉得去UNICRONE逛一下 像台湾的UNICRONE看一下 哇那个价格真的就是 日本的两倍 所以如果你要买东西 当然去那个日本 买这种东西是最划算的 有没有 然后其他东西其实 所以如果你假设知道 那个汇率的话 我是觉得对于你将来在 出国买东西 其实会比较有概念一些些 另外的话呢 像 最近美元应该开始跌了 所以呢 这个汇率啊 当然我如果想要知道汇率的相关讯息 那请各位待会看一下 我们在云专百百上面有一个叫 外币汇率资料下载与汇图折线图之一 OK 你把它打开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就是我希望做到的 比如说 原来的那个汇率资料 它是高高低低的 可是如果你画个图 你会马上知道原来 它在某一个区间 这个高跟低 有没有 它这段时间好像往上了 这边是1比31 最高在1比31 然后再往下掉 OK 那么人民币也是一样 其他货币 所以你可以找到底下一个网址 这个资料的话呢 来自于那个就是开放资料 这个是政府开放平台里面 它公布了有一个叫 每日外币的参考汇率 OK 那里面它有跟你讲说 我的栏位里面有这些啦 包含就是美元对新台币 人民币对新台币 欧元对美元 OK 然后美元对日币等等的 相关的汇率资料 当然你们第一个 可以先把它下载下来好了 那除了下载之外我们可以用爬虫的 可以把资料爬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检视资料里面就有 这个讯息 那可以跟你讲说 栏位有总共应该我记得算一下 总共有10个栏位的 10个货币吧 包含美元新台币 一直到纽币 纽币应该是纽西兰币 纽币对美元的汇率 那这个格式的话是CSV 然后编码的话是BIG5 BIG5的话是 这繁体中文的 然后资料量应该就是 它总共有几列资料 35应该35天的汇率吧 然后网址在这边 OK 所以第一步的话 假设我今天希望把它下载 当然你可以先这样 点这边下载CSV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会有一个资料下载 你把它打开来 OK 打开之后的话呢 它因为是CSV 所以开起来之后 它会直接用椅子油来开 可是它会警告你 它说如果假设说 你直接存档存成CSV的话 你之后做的也是有任何动作 它会消失 所以它建议怎么样 你把它另存成椅子油 因为它现在是CSV 所以建议第一步 当然你照做好了 另存新档 建议的话直接把CSV 先存成活跃部 不过我建议 干脆一步到底算了 干脆因为你存这个是没有聚集的 所以我是觉得之后 我们会希望能够写一些层次在里面 所以干脆我们一步到底 直接的先把它存成 启用聚集活跃部好了 那存档入境位置 如果假设没有随身点 你刚才存在桌面 这样比较好找 就这个档 那记得把它先另存好了 按储存 好 第二步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A栏是日期 B到K应该是它的汇率 宽度不足的话 我一般习惯是把这几栏选起来 然后快点两下 它们其中一条线 快点两下 它就自动调整栏宽了 让它栏宽稍微宽一点点 不然的话有一些资料会看不到 那也就是说你目前看到 这个应该是2023的11月1号 一直到2023的12月6号 12月6号那不就是昨天 对昨天的汇率 那也就是你可以看到了 美元对新台币 11月1号最高来到32.48 可是最近你会发现 它已经往下跌了一块钱了 那你说一块钱到底差在哪里 其实一块钱数量不多的时候没感觉 可是如果你今天假设你有十万块 十万块的美元好了 假设十万块美元 那你如果折合台币的话 十万折合台币 那你就乘上30 如果是32.48的话 那你如果十万块 一万块好了 假设你一万块美元 就是32万的那个 4840的台币 如果换算下来 可是如果你假设跌到这边的话 你一万块美元 马上相差就一万块 一万块台币左右了 所以才多久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你就少了一万 莫名其妙 假设你一万块美元 一下子就少了一万块台币 那汇域波动 其实对于一般人比较没感觉 可是如果假设 你是有美元 持有美元的人 就有感觉了 像我之前买了蛮多的那个美元 为什么 因为美元之前最低的时候到27块 所以我当然 我看到历史没有这么低了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应该买进了 所以我就买了蛮多的美元 那为什么要把它卖掉 因为它已经32 一直往下跌31 那我把它卖掉 所以我之间差 我算了一下 我大概差不多差了快10%吧 所以等于是说 那我算够了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那我我大概放了大概一年多吧 我想说一年多获利10% 应该OK了 所以我就把它卖掉 我把它转成台币 那当然之后啦 美元可不可能跌下来 我是觉得这个有点像波动 因为像潮汐一样 它会高会低 它不可能永远都在高 也不可能永远都在低 所以你如果 在低的时候把它买进来 在高的时候把它卖掉 那你之间就可以赚一个会差 这个应该算聪明的人吧 OK 千万不要笨笨的 当你高的时候买 低的时候买 那就是你赔钱 OK 所以有时候怎么样让你的钱变大 其实我觉得将来你们毕业之后 当你比较有钱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需要做一点像这种理财的工作 那我想这些事情 你如果要别人帮你做 我觉得不可能 而且如果别人帮你做的话 是要收手续费的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要请那个什么礼专帮你做的话 反正都是要花钱的 OK 所以最好自己懂这些东西 那是最好的 那当然呢 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希望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资料 因为你这样看画 如果你把假设你看数字 也OK 但是画个图应该会更好 所以第一步 我是希望能够把这些资料 把它视觉化呈现 那所谓的视觉化呈现 这边总共有几个栏位 总共有十个栏位 那日期的话有一个 所以我今天希望画十张图啦 那十张图的话对应到日期对它的货币 所以呢 日期的话是 等于是横轴 横轴是日期 纵轴的话就数量 你一看就是要高高低低的 折线图也蛮方便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这么多十个图 如果画自己用手动的方式来画 慢慢花时间 因为变你要做十个动作 可是如果写个程式的话 应该会更好 可是问题要怎么样 可以写出程式来 那也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们云端上面 右边这边就有几个按钮 汇率下载 这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刚做的所有动作 我都希望把它用程式的方式来解决 这样的话只要按个按钮 那你按下按钮 资料就下载了 就不用手动下载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要把那个美元画成折线 这个折线图画出来 而且要画在指定的位置上 那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这个题目 待会的话 第一个我们是希望能够把它拿来画图吧 那怎么画图 如果你要画个折线图 你会发现这边插入有一个什么 这边有个折线图 还有资料标记折线图 但是呢 要怎么样刚好画一个图 它的横轴 特别注意 横轴是日期 纵轴的话呢 就Y轴 它是汇率的高低 那这个怎么做 当然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先把日期 A1一直选 选到B的最下面 B27 按shift键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然后呢 再插入一个什么呢 折线图 那折线图有好几种 不过我比较推荐是 含有资料标记的这一个 为什么 因为它那个点的位置 刚好比较 刚好跟日期的位置是一样的 有个点 我觉得看得比较清楚 但是你会发现 你把它点下去之后呢 奇怪 它画出来的图为什么不对 主要原因是因为怎么样 你的日期 其实看起来好像是日期 我们看应该看得懂 但是问题 以色列表看不懂 以色列表他会把它看成不是日期 他会把它看成怎么样 看成是数字 有没有 那为什么我们知道日期 因为我们可以看2023 11月1号 可是以色列表里面 假设他没有斜线的话 他会把它当成一个数字 所以如果假设要修正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要让他变成日期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自己在这个中间 加上两个斜线 让他区隔 哪个资料是年 哪个资料是月 哪个资料是日 那你把它打勾 你会发现 这边马上做变化了 他就知道说这个是一个日期 但问题来了 底下 有没有 你做完一个之后 假设这边要做一样的动作的话 那你要怎么做 难不成你还要在 自己在手动加斜线吗 如果在手动斜线的话 那这边总共有35个吧 里面你要自己手动加 35个 这个斜线 但不合理 所以如果假设 有没有 这边慢慢变化了 那所以待会要解决第一个问题 你把资料先下载之后的话 要解决第一个问题 就让这边的日期 变成Excel看得懂的日期格式 所以必须要加两个斜线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